延安时期青年男女的私人生活 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大茶缸 女生用她吃饭喝水 刷牙洗脸 甚至冲脚 洗屁股 1937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有保安签到延安 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 饭铺只有四五家 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 弯了树枝做成的筷子 商店没有招牌 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 因为他们有着同样肮脏 同样破旧的面貌 全城肮脏拥挤 厕所尤其原始 丁玲即使小说医院中 记述了这样的细节 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 窜来窜去啃酱糊吃 一次 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 从上面掉下来 砸在正在睡觉的 弗莱大夫的脸上 余光远到达延安首野大战跳蚤 落荒逃出房间 暴被睡在长院几根远幕上 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继威 也激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救药洞里 臭虫多得可怕 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 截队进攻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 开出我用手指抹杀 以后用手掌抹杀 弄得满手臭黄水 还是杀不完 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 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 把身体装在里面 尽管这样 还是辗转反侧 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惠儿 起床一看 床单上血迹斑板 在延安 人人都穿制服 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 夏天只发一套单衣 衬衣衬裤一开始事不发的 后来每年发衬衣衣件 短裤一条 闹出不少笑话 田佳英夏天下眼和洗澡 来了一群女性洗衣 怕在河里起不来 因为唯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 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级衣裳 夏天一身单军装 冬天一身棉军服 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 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 变成了假衣 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 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 一旦得知某位学员 要奉命到大后房工作 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 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 大衣 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 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 摇动土坑 只铺一层茅草 挤得连翻身都困难 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 只有一尺半宽 企业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 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 才能收服失地 男性抗位也不过二尺半 全身睡袭者很快得到纠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 被排队 轮到折左顾又判不愿离去 镜子女主人终于摔进四分 咱们还是共产吧 一镜成多镜 增货利用率 同时 美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 女生用他吃饭喝水 刷牙洗脸 甚至冲脚 洗屁股 延安屋化人一般得到稿费 多是主动与人共享 或是被朋友们共产 如此享用的情况极少 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延安作家辩知林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 香港已至上海孤岛会来的一笔稿费 就招呼朋友 三三五五 一分而光 1938年8月31日 延之林到达延安 每月领取两元津贴 最多到街头小吃摊 买五分钱一碗的牢骚鸡蛋打牙剂 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蝉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 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 我时是每日两餐 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师 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 把钱花在八宝饭上 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显星海就极喜爱甜食 创作黄河大河唱时 他要求光卫染为作曲 买两斤白糖 等一切齐备 显星海盘腿抗前 开始创作 他一边抓搓白糖入嘴 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 妻子前玉明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 就这样 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 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子飞晚年回忆 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禅 又身无分纹 走在延安街上 见了摊上雪花音式的白面馒头 真眼晕 真想偷几个吃 一次 三位中国女大声逛市场 都离总共只有两分钱 只能买一瓶老陈醋 再瓶上刻画下三等份 先是很珍贵的用舌尖甜 觉得味道好极了 酸酸甜甜香香的 就再也忍不住 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拿一份 原本就空腹无油水 其中一位回摇洞不久就肚子剧痛 满床打滚 吼吐不止 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 参加晚会回来 若无时 将白天狐窑洞窗指的半碗面粉条的酱糊当了宵夜 华君武晚年回忆 时隔43年 似乎还回忆起那碗酱糊的美味 当然 这并不是说经常有酱糊可做宵夜的 康大学生何方回忆说 延安时期 二两大的馒头 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13、4个 女生也有能吃11、2个的 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 一位食量大的康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 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 然后才问 什么县 在延安 很多新婚男女因条件限制 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 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 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 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 康大政治部主任莫文华回忆 屋里只有一张床 被褥得自己带 也不开饭 住一次交五毛钱 每到周六 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 一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然而 即使这种露水夫妻 也让延安很多官官们羡慕不已 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 有于军务工作而耽误的青春 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 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 十几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 结婚 成家 生子 然而 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 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 睡觉 打仗 谈恋爱却很无趣 1936年 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到陕北的马海德 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 他开始追求延安美女 鲁伊学员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 以来鲁伊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 鲁伊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笑话 作为报复 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 他们躲藏在鲁伊校门口的坡地里 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 大喝一声 谁接走苏菲 留下买路钱 然后就冲上去 拦住马 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 马海德与苏菲在岩结婚 据爱卿 辨知灵技术 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 士兵班长一元 排长两元 连长三元 营长四元 团长以上一律五元 只有著名文化人 大学者是五到十元 王石卫 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 显星海十五元 韩女大监课费三元 鲁伊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 助教六元 发的是延安鞭壁 医院鞭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 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最困难时期 连这点钱也停发了 《茂书烟》记载 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吃的饭菜都是一锅煮的 延安执笔十分紧张 美人每月仅供应五张纸 作家特别优待 领取执笔不加限制 1940年1月 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栏抵达延安 运张文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 主编中国通识简编 范妻乃就是家庭妇女文盲 出道延安感觉处处不便 又垫着家里的东西 常常暗自落泪 张文天夫妇常去看望 派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 美人每月发津贴4.5元 范文栏感觉最困难的还是缺书 张文天便不知地下党将范文栏的书从家里运到延安 共五六十箱 绝大部分为现装书 范文栏十分感动 延安物价低廉 猪肉每斤两脚 一脚钱可卖十来个鸡蛋 陈明远先生折算说 延安一 原相当于十九 世纪九十 年代末的三十元至三十五元 若按相对标准 至少和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 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市 1938年贪污200元 获售会100元者处死 货币贬值后 贪污500元以上的枪币 延安物化人流行客请 即延安人太穷 得由外来客人掏钱作东 1938年5月上旬 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 遇上医生马海德 邀他去一家以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 一路上 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 马海德便要他们一起去吃饭 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 使我发笑 他知道我手头不紧 我们走到饭馆时 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 他们笑着闹着 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 十几个人每人点了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 吃完就走 1936年秋 流英患流行性感冒 高烧不止 但盐没有药 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 在隔离窑洞 他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 完全靠自身去扛病 丈夫张文天又心疼又着急着急 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的窟窿问候 说几句安慰的话 还把所有的津贴 全交给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流英吃 流英问警卫员 文天的五元津贴都给了我 怕吃什么 警卫员眼泪汪汪地回答 就吃红锅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 流英慢慢恢复过来 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低人 也像流英一样发高烧 但他没挺过来 匆匆此事 年仅二十九岁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役中回忆 我是四十年底到延安的 这时候 延安最特殊的地方 便是延河两岸的男女了 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 每天晚饭后或每逢假日 在延河边散布的颇步乏人 女同志的装束 是蓝鞋纹布的戴耳朵的帽子 即使是好天气 也把耳朵放下 最讲究的要算围巾 花花绿绿 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 男同志们最标志性的服装 是白茶短皮袄 紧围布的货毛围巾 那年发的鞋子很好 是高筒的黑色布棉鞋 老实说 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 作为人们的谈料的 不是别的 而是文学与恋爱 文学与恋爱 二者这般密切 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会 是灵魂的美 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度为中小之青 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 延安一时出了两百多个诗人 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 便是诗人了 1940年 延安大师人萧三说 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 例如大众文艺上 75%至83%是诗歌 文艺青年聚在一起 不是谈论谁睡的文章真好 就是凭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 不嫁老干部 但实际上 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 面临两难抉择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 《三八节有感译》中 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 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 一个科长也嫁了吗 诗人们也说 延安只有骑马的手掌 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 他妈的 瞧不起我们老干部 说是土包子 要不是我们土包子 你想来言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 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牟旅政治部迷运部部长 上前线后 收到女学生的情书 最后一句是 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 部长持信找到烧信人 她给我烧了东西 东西在哪里 烧信人一脸茫然 她没有烧东西啊 部长指着信 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吻 这个东西在哪里 这则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这大女生 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电农的老干部 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 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摇动 往往一宿无话 日子一久 女生渐渐厌烦 一次 她要丈夫月下散步 老干部说 月亮有什么好 圆圆地活像一个烧饼 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 这大女生哭肿双眼 悄然离家 留下一首诗 嫁得郎君不解情 竟将明月笔烧饼 从今不盼礼拜六 春宵网自职千金 从此不归 组织上也无法说服该女生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 毛写师回应女生 替老干部辩护 春花秋月网多情 天上人间两话饼 寒来花月不能依 即时一饼胜千金 延安时期 局势相对稳定 组织上也鼓励干部 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 干部们当然想找 有点气质的姑娘 而要有气质 自然得上点学 读点书 米之乃陕北首富县 该县绝大多数地富的女儿 都上过学 因此 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期的 重点地区 军内称米之县为丈人县 1938年 山西焚扬东南一带 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德智掏出衣 快钱请带陆老乡帮忙买点鸡蛋 竟买来20斤 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 长得俊 还是高小毕业 两头都愿意 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财礼 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 人家不干 杨德智后升任344旅带旅长 货坟河前杨德智还想带走这位姑娘 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 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女性资源紧缺 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 萧军与萧红分手后 与丁明谈过恋爱 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 辗转赴延安 到延安后 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年年扯扯 一次编曲文协开会 萧军 萧三 艾思琪 吴博萧等十来人出席 萧军从血中抽出匕首 网桌上一插 萧三 我要宰了你 弄得大家都很害怕 面面相去 还是老实人艾思琪慢慢说了一句 萧军 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说啊 不能那么野蛮 萧军才把匕首收了起来 1938年 16岁的和民刚入抗大 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 抗大队长尖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 因为他不久集间人卫生所所长 与女护士和民有更多的正当接触 聂凤智的表白于是 我是党员 你也是党员 双方都是共产党员 也都没有传染病 双方自愿在一起 谁都不抢破谁 聂凤智15岁参军 文湛泽喜 身上有11个枪眼 负伤8次 和民说 他打仗勇敢 这一条就招人喜欢 1940年元旦 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和民在进茶季结婚 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 吃了大白菜豆腐 搞得还蛮热闹 何方回忆 整风一开始 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 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过去学过的 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 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道还干净些 起码不用检讨 甚至有些老干部 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 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 竟将一些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门外 人们曾经感到很紧缺的马列著作 成为无用而多余的东西 于是就有人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费指论金卖了 诗者揭发康生夫妇说 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 包括给他们洗脚 洗澡在内 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 康生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 诸如 袜子飞狗头排的不穿 一坦是从中亚带回来的 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产的 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 花生米 核桃人 眼桃人 饰饼等 尽管如此 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不诉苦 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 世间苦奋斗的统一语 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 能相信吗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他有时享受咖啡 有时饮酒 虽不常饮 烂酒量很可观 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交愁 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 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 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 二人醉成烂泥 和平均